癌患有銀舌病即俗稱的牛皮癬 患者是需要長期用藥去控制病情 有專科醫生說近年推出的生物製劑 效果比較顯著 副作用意都比較少 54歲的馮女士幾年前發現自己經常有頭皮 手腳關節也出現痛楚 對生活造成困擾 頭皮好像經常有膩 是很大塊的 皮膚科說我對甲醛有影敏感 給我一些消炎藥 科科看完 開始就好像很強勁地叫我去做 MRI 驗血報告出了 只是說我發炎指數很高 但沒有說我究竟是甚麼事 我突然有病情惡化 我連起床都起不到 好像小狗一樣爬床 最後他向風室科醫生求診 證實是幻想人舌病關節炎 人舌病是由於免疫系統失行 白血細胞過分活躍 而導致皮膚發炎 這個病的發病率大約是百分之二 當中大約三成會同時影響關節 引發人舌病關節炎 如果情況惡化會令到關節變形 在傳統治療 醫生會處方口服藥物抑壓免疫系統 大約兩至三個月才有效 只有百分之十八的病人 病情會獲得較大的改善 而副作用就包括白血球下降 肝酵素上升等等 尤尊科醫生說 近年引入針劑的生物製劑 效果會比較好 2018年一行研究 跟進了460個病人 用藥三年的情況 當中七成六的人病情都得到改善 生物製劑可以中和病人體內的發炎因子 穩定炎症 但要注意病人有沒有受到其他感染 又或者是免疫系統疾病 醫生又說 如果病人在過去五年曾經患過癌症 都不適合採用這個療法 無線電視記者 梁卓音報道